这盘六贝粒已经缓了两天了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养 我就把它挂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算是这个露台上面光照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趁现在温度不是很热 让它赶紧长 因为这个六贝粒虽然是多年生的植物 但是一般都是一年栽培 因为它又怕热又怕冷 基本上等它开完花就可以把它挖了扔了 所以现在的话 它要给它充足的太阳 因为它是这种常日照的植物 充足的太阳它才能长得更快 开花更爆 也许你在想 这个竹子拱门不是给这个月季爬藤的 怎么挂花呀 因为这个月季想要爬到这个位置还要一阵子 等它爬上来了 这个花也开败了 可以拿走了 这盘满天星已经缓了一两天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去正常养父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有大概六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对于满天星来说远远不够 因为满天星它是常日照的植物 非常喜欢光照 光照充足的话 它就会长得很快 开花很爆 不过光照有六个小时 也不会影响它的生长和开花 只是说这个生长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 那么就要请给它打顶 多给它施肥 这样才能赶上全日照的这个生长速度 这个满天星虽然是多年生的 但常做一年栽培 因为它是非常怕热的 这个夏天开完花之后 它就很容易死掉 另外这个摆放的地方通风一定要好 因为这个满天星它是比较容易长这个红蜘蛛的 如果是在家里养的话 最好把它放在南向的阳台 最好是开放式的那种 感谢观看